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封锁黑海几途彻底破产 美国主乖拉大事宣布 已有19只船车通俄乎拉设定的黑海通道 运载74万吨粮食和其他货物前往全球市场 同时有更多船车等待装作 进过俄罗斯冷耗无情地封锁黑海寻粮通道 但乌拉仍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劲性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 所以说乌拉胜利的秘诀 就是自强不适、不卑不抗 2023年10月12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596日 昨日乌军取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战果 例如指消灭俄军人员和装备方面 俄军损失990人 42部坦克、44部装夹车 总共86部坦克装夹车 真是史诗级的损失 俄军在过去24小时大量失血 这与他们在阿夫迪夫卡方向 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紧密相关 昨日俄军派出多个中队 从卡塔斯诺霍里夫卡 拿玉塞尼夫卡、玉特内、皮斯基和维塞纳等方向发起进攻 并负以炮兵、战机和杜达的攻击 这一次他们并没有使用人肉攻击 而是派出坦克、装夹制员工佬向沃拉阵地突破 然后才是步兵中队 但他们这次的进攻 早就被沃拉人振扎到了 并及时调查巴克特方的炮兵过来振援 阿夫迪夫卡周边是宽富的田野 视线非常好 俄军的装甲装队成了把 所以导致了这次惨重的损失 巴默特前线 护运继续在克里甚麒夫卡和安德尼夫卡之间 缓慢推进 俄军将第35集团军、第38步兵女、第150师和第7后備师 投入这个方向 帮助失业过多的第3集团军 此外为了阻止乌军的推进 他们再次使用了白轮弹 赴以9米夫卡方向 互军继续封锁俄罗斯的补给线 乌兰军事评论员科阿联科对此做了个总结 阿夫迪夫卡之战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之一 这座城市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 它是通往顿涅治克的缓户 顿涅治克是被占领土的主通讯后期交通物流疏楼 阿夫迪夫卡多年来一直被乌兰军方占据 全面入侵开始后 俄罗斯各个部队多次使努强攻 都没有成功 乌兰部队在下季战役中 一直静静静静地扣足这里的主动服御线 当乌兰部队最终拿下了奥皮特内和内维尔斯基 并开始向匹斯基和顿涅治克基础开始进攻时 俄罗斯人终于忍不住了 而俄罗斯人对于马林卡的恨 不压于巴哈木特和姆克来达 在这里俄罗斯军队不断发起进攻 几乎将整个阵扎成了废墟 但乌兰军队还是守着战略要地 在连续几日 每日两位属日军公众坚持住 可以说没有马林卡的坚持 就没有阿夫迪夫卡的大战 要知道 顿涅治克地区是俄罗斯主力部队 南方军区的责任区 被认为是战备最充分 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这支部队包括约160部装甲运冰车 至少700门加农炮和300多门多管火箭炮 所以乌兰的胜利来之不易 再来看南线东战场 乌兰成功向新肺多利夫卡尔西推进 并在进攻中大量使用了杂速弹药 根据最新消息 俄军第七空港兵士已经开始撤退 南线西战场 科巴尼的东东北尋入发生激战 户军已经飞削接近村交南 俄海军陆战队第810旅几乎被摧毁 在罗巴帝尼以南 由于消耗太大 俄军设下了损失惊重的1429、1430团 将1441和1152团替换上去 萨波尔战区的主线是天零40八公路 俄小军队在此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和资源 来尽可能减缓进攻的速度 这里的苏洛维金线 又是修建得最为完善的一部分 萨波尔地区属于俄罗斯东部军区的责任区 分为两个联队 分别是东方集脱军和萨波尔集脱军 总人数相当于130个型级战术群 由于下季战役中损失惊重 俄罗斯被逼在这里部署了四个空港士 以保住托克马坎 但是他们现在要是处于防御状态 要是部份折回去以恢复战斗力 但是总体来看 由于俄军的还强抵抗 乌云未能实现火力包围 切断他的轮换和振援 再来看另一场战争 以前以色列军队打仗 尽管一个体面 讲一个程序正义和手段文明 例如会请国际法律师把关作战计划 避免造成无辜伤亡 会在轰炸前有黑楼顶警告 用打电话等方式 提醒被轰炸地区的居民快点躲起来 但是这次不会再有了 这次基本上只要认可可能是 哈马斯领导人的居所 或者哈马斯的武器库 情报机构 武装人员的据点 通通都是以色列飞机 导弹攻击的目标 国防部长加拿大说 我们正在对袈裟进行全面封锁 无电、无食物、无水、无烟气 完全之断 哈马斯想要地用 他会得到地用 袈裟的一切将不防存在 尔军现在迟迟没有展开地面进攻 是因为军事准备需要时间 将人质在哈马斯手中 估计以色列的特种部队 即是策略人质营救行动 以色列在等最合适的时间出手 我们知道 进入巷战需要进入加沙病原 主要街道分隔控制 过程将非常漫长 尔军将逐減压缩 逐户清策逐一推进 将哈马斯成员从两百多万加沙居民 一个一个困出来 发展举报及先任系统 亦是措施致引 现在关键是埃及的态度 如果埃及开放加沙南边 让恐怖分子逃走 清朝肯定要失败 幸好现在埃及只是口头呼吁解决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机 但这个穆斯林兄弟 邻国并没有开放边境口岸 连让妇女儿和老药病残通告的行为都没有 一切还都只是到以上的支持 一些想前去安全地带的加沙居民 发现他们其实无路可逃 好了 担心加沙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纳 我觉得不会 加沙现在就是一座孤城 加沙地区二百十万人的身权 仗在以色列手中 说明他们毁在哈马斯手中 加沙地区的老百姓 要为哈马斯的这次草信 老莽恶当付出巨大代价 哈马斯工程在接受和回坐坊时 透露他们是如何握得以色列的 哈马斯为止精心准备了两年 而且没什么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事先知道具体行动时间的不超过五个人 他说我们过去两年采取所谓跟理性的方式 不主动发起战争 不参与斯拿圣战组织的战斗 让的人不以为我们在这里专注自理 重点放在加沙 两百一十万巴拿斯拿人的生活福祉上 我们放弃了抵抗 但这支行动取得了什么效果呢 后果惨到不能再惨 据最新消息 哈马斯领队叶海亚 森纳尔与他的家人一起被麻壮 不到一日后 哈马斯下属武装卡索里领队人 尤尼斯的全家路少无一存活 哈马斯另一个下属武装纳塞尔 萨拉克丁雷格指挥官希拉尔也变成了个世 哈马斯海军护士领阿布·加利被活捉 哈马斯国家关系办公室主任 扎卡利亚阿布·穆阿迈尔被击毙 经济部长加阿德·阿布·沙马拉被清除 哈马斯创始人之一的 借克·阿博杜拉·法塔克杜汉被炸死 据半岛电视台今天的消息 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 阿博杜拉·拉克文借克·布亦被击毙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说 刚提到的哈马斯领队叶海亚 申亚尔兄弟哈米德·申亚尔 又在汉尤尼斯的一次以色列空襲中丧身 据色列媒体披露 被炸死的哈马斯军事总指挥 申亚尔的住宅 有3米深的地下系统 可以直通侧各不同方向的安全屋 而那些安全屋的地下网路 又可以直通埃及 地道可以并排开两部汉马车 仅仅如此 他和他的7个家族成员 14米保镖 护士 再被以色列空军的转地弹一卧属立 无一行免 现在除了在卡特豪宅的几个核心石园内 哈马斯策划组织这一仗的头目 几乎损失残尽 要知道 培养一个全身近绑炸弹的风格武装分子很难 培养一个专门负责洗脑 或者策划攻击的武装团火领导 就更容易了 但这其他国家豪宅的哈马斯头目 就安全了吗? 一名以色列情报部门高级官员高调宣布 我们将对哈马斯领导陈发起全球暗杀行动 无论他们躲在哪个国家都走不掉 这个和当年全球追杀纳税战犯有什么利润呢? 哈马斯政据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低估了以色列反击的决心 哈马斯发了火箭弹 作出日后发现 现在的以色列不是之前那个还讲道理的以色列 而是一个杀红左眼的以色列 而他们背后的大佬 亦更加在口头声援 方方嘴炮红支持 估计这个是哈马斯之前完全想不到的 在土耳其和卡特政府阿力哈 哈马斯释放了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 在卡特多哈的豪宅中 哈马斯领导人和创始成员马沙尔要求 展开本州的阿撒洪水星五行动 向犹太福国主义者和美国传达愤怒信息 向全世界寻求经济援助 向哈马斯恐怖分子捐款 要求穆斯特国家和组织领导人 阻止死列国防军进入加萨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 他们原以为有神秘大国的支持 有周围阿拉伯兄弟的帮助 现在看来一个都只望不到 可以一点都不客气地说哈马斯上当了 傻尖尖尖做了人家的棋 又垫上无数平民的生命 他们厚不厚悔 不得而知 但打了就走 走不掉就哭诉迎送的手段 估计是用不了了 纽约时报说 美国情报显示 伊朗高级官员对哈马斯突然 大马斯格机场和第二代城市 阿拉伯基亚机场 导致机场跑道损坏 被迫停运 大马斯格机场租集时 伊朗呆长阿布·杜拉希洋乘坐飞机 征迟往杜利亚 一无法降落大马斯格 以后反过来 回到德克兰 美联时报道 以此攻击杜利亚机场 显示为阻止伊朗向黎巴嫩 珍珠党等德克兰支持的 激进组织、温宋武器 以此的用意很明显 孝胜政府 知道你私底下又要搞什么坏事 明显就是漏打 不复就是打过 以此人知道 他们背后有美国老大哥呢? 到访以色列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在哈马斯图杀集中 丧生的美国公民人数 已经增至27日 奈坦尼亚胡在与布林肯会面后表示 感谢美国今日、明日 以及永远和以色列站在一起 如果阿拉伯兄弟敢动 恐怕真不能够挂美国人 不是了 法国总统马卡龙说 13亿法国国民 在哈马斯图杀集中丧生 法国内政部长宣布 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 老实说 極端恐怖组织 就是人类独瘤 是必须铲除的 巴勒斯坦值得同情 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不能说等好 这个应该是基本上升 中国打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名义 拒绝谴责哈马斯 这是中共的得署逻 而以色列尽管损失惨重 但藉着报复之势 毫无怨念会扩大和巩固一些人想实现 而不能实现的利益 这个是以色列的机会 这个又是哈马斯的愚蠢之处 除暗冒尽 斩草除根 也许应该不会再给哈马斯机会了 我是宁玉山 多谢收睇新闻智诚室 我们下一期再见